回到新闻现场带您关心健康 夏天吃东西的时候得要特别注意 食药署统计去年食品中毒的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常常存在于生蚝和贝类里头的诺罗病毒 而第二名则是仙人掌杆菌 沙门士菌还有长颜胡菌 食药署更警告像是生鱼片 如果在室温之下放超过12分钟 戏剧的数量就会倍增 吃了之后恐怕会呕吐拉肚子 我拍我拍美食上桌先拍照打卡再说 生鱼片一放好几分钟 这样的行为恐怕让你吃了拉肚子 因为如果生鱼片已经被长颜胡菌感染 没仔细清洗放在室温下 病菌量会在12到18分钟内快速增加一倍 一旦放置到30分钟更会暴增变成四倍 用大量清水如果清洗是没有效 我想最主要是最好的方法还是高温 夏天气温逐渐升高是食物中毒的热门季节 根据食药署统计去年食物中毒的案件 最多的就是诺罗病毒 通常是因为吃生蚝等贝类感染 第二名是先人掌杆菌 通常发生在团扇或是营养午餐 另外沙门市杆菌还有长颜胡菌也都榜上有名 不过症状最严重的就属沙门市杆菌感染 严重可能脱水败血症致死 一是建议食物最好煮熟再食用 超过70度以上就可以杀死大部分细菌 如果是买回家 你放在家里的一些餐桌上 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因为不管任何食物只要超过两个小时 但最有可能就有一些维生物的污染 生食更不用说越快吃完越好 或者保存在低温环境下 下次美食上桌后得把握上胃棋 不要再拍了 以免病菌滋生吃了上土下陷 这里李宁新特别报道